我就像潘金莲那样 这个电影叫什么 我是潘金莲 我是袁金莲 我是袁菊打官司 我就想说 我真的很想讨回一个公道 当时就觉得秋菊打官司 秋菊好轴 我就是要有个说法 我老早就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了 如果他们不剪成这样 我就不会这样子站出来一直在说的 我就觉得你前面都在骗我了 你最后还要把我剪成一个神经病人 我觉得这太恶毒了 所以我才会愤起 我对演戏的信心 我对我工作了二十年呢 我对我专业的自信 我不会输 真的不 我闭着眼睛都能演 我不会输 所以我觉得我要进入第二轮 我那个时候在阿拉扇 这种小米呢 我没有空跟你来玩这个游戏 OK 他是为了说服我说 你一定要来 你一定要来 你一定能进入第二轮的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演员去参加电影节 很多时候都会问 我有没有讲 如果你不给我讲 我不会飞过来坐在底下 对吗 所以很多都会提前告诉别人 你得了什么奖 所以有的时候我去看奥斯卡奖和台湾金马奖 我就觉得 哇他们的表演是真的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得奖呀 对不对 四个画面摆在一起 哇 我们的演员都会 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对吗 所以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游戏规则 所以我这次也会问 你如果不让我进二轮 我第一轮不会来的 这确实是我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这是我在游戏规则里面 但是话说回来 我对我的表演是非常有自信的 我在微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在这个舞台上我赢了 我跟张子一演 我也赢了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当然肯定不会让我赢的 因为他是评委对吗 就算我进入了第二轮 跟他对手戏了 我败下来了 很有荣光吗 没有荣光啊 所以我不是因为输赢的问题 这本来就是个游戏 我很久没看园里演戏了 你是不是好久没演戏了 张子一也问过我说 当时我就很紧张 就是因为台下已经有人问完我了 台下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吗 张童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好演员 而且我非常谢谢他 他非常谦卑地说 我不能问袁林老师这个问题 你多少年没演戏了 他没有问 我就知道 包袱在这儿呢 其实我就是要输的 所以我心里面是难过的 就是这个好像在我的心口上扎了一刀 你是说我演得很差 我很多年没演戏了 所以我就演输了 对吗 所以我就说OK 其实我的回答 其实已经在挑衅了 多久了 两三年 三四年 五六年 混到不知道 我用这种方式在演示这种伤痛的情绪 这是一个应激的反应 对 应激的反应 但是剪出来 剪疯了 我学电影的 我不太会这些倒口的东西 所以他当时就会说 你那些倒口什么的都特别好 我就觉得真的吗 太好玩了 所以你看到耶 这些都是他夸我 耶真的吗 就好开心 都被剪进去 就会变成神经病吗 我生活在公益的舞台上 你好不好 这个时候不是在录的时候 是休息了 灯光都暗了 他们都在底下补妆了 所以我说真的吗 那你去不愿意给我们站台啊 因为我真的也是很需要明星来站台嘛 因为现在我做这个成肺病人 就我一个人嘛 因为没有正式录嘛 对 你们看到的耶 这都是中间休息 底下都黑都在补化妆啊 铺粉啊 我们在台上乱搞乱闹 就好玩嘛 因为演员演完了 也是很兴奋的嘛 因为当时排这个小品 就用了两个小时嘛 这我怎么演啊 这我又不会演小品 我又不会说东北话 他爹啊 我也演不了这种东西 而就单单老师演绝了 我哪演得了 所以我们两个小时演 我们当时真的压力好大 演完了以后 我们觉得好开心 所以我们在台上玩疯了 你们看到的全部都是玩疯了 以后他偷捡进去的 然后我当时就跟张国立老师说 你能不能帮我沾台 真的吗 而且他有种口型 我发现没对上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偷来的 我被你弄伤心了 这个时候 单单老师突然说 以后会跟我下乡吗 原力 听听老师说 来我们必须 节目必须要继续往下走 你先安静下来 先不说话了 可是我心想说 又没导演 又没说 下一趴 开始 因为这个才是 我们就不玩了嘛 就开始 但是突然 单单老师在台底下说 让我安静一下 嗯 OK 我就安静 所以才会 哦 好 大师有这个表情吗 我姑且相信 他说他辞职了是真的 我们也不会到浙江卫视去查 他是否辞职了 后来我在微信里面 也跟他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如果 浙江卫视真的开除你了 欢迎你来我们基金会 上海原力公益基金会 欢迎你来我们基金会 做工作人员 但是我说前提是 不能撒谎 他也在微信里跟我说 好的 如果说 他没有工作 他会来 其实你们来采访我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到 要这样的一个结束 我只是想 你们都很关心 这件事情的始末 我来讲一讲 这件事情 沸沸扬扬这么久了 我一直想说 浙江卫视 演员的诞生 你给我一个说法 我是不是疯了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 我疯了 我周围的声音 都是认为 好讨厌我 就是看了这个节目以后说 他疯掉了吗 他是不是吸毒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一直要讨这个说法 我觉得很生气 你们一把把把我骗进来 最后把我剪成一神经病 然后给我八十万滚 走吧 你是谁呀你 你了不起 你就垫大欺客 是不是 你可以理直气壮地 欺负一个演员 是不是 你不仅欺负我 所有比你小的 你都可以欺负 是不是 No way 不可以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真的很难打 而且我流了很多眼泪 当我一个人在微博上 打仗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很难过的 一个人嘛 你看要面对这么多 他毕竟是个很大的台 当刘春给我打电话 他给我打电话 我不接 他给我打我就摁掉 他给我打我就摁掉 然后当他的朋友 王冉 刘春在这里挺我的时候 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当时一个人在家哭 是的 其实我就是说 打我 我不会哭 It's ok 没关系 打我不会哭 恰恰是那种 抚摸 爱 真的会让人流眼泪 可是当我刚才坐在这里化妆 听那个音乐 叫空谷的回音 我觉得就有一股暖流 进到我心里面 就像荒漠甘泉说的 你要宽恕人 所以今天我想说 浙江卫视一直都没有给我 任何一个说法 今天你所有的采访 你会看到我是个神经病人吗 我当然不是 对吗 而且 大家也看了很久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闹下去了 其实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老百姓心中有感成 他们明白的 我也不想再跟你们恋战了 我也不需要讨一个说法了 你不肯拿出来 你不肯说你错了 那是你的事情 我想说 浙江卫视 演员的诞生 栏目组 我宽恕你们了 我想说 我不需要你们空开道歉了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 所有在这件事情上 梧桐导演 英一路导演 简洁师 制片人 所有在底下的每一个评委 知道真相的评委 我通通的原谅 我希望一个电视台 播出真实的 健康的 哪怕是娱乐节目 娱乐人心的同事 也是温暖人心的 也是诚实的 也是一个电视台 作为一个宣传口 是有刚刚的 是引领一个社会 往正面 往健康的去发展的 而不是为了收视率 为了广告费 恶意竞争 消费演员 把演员甚至减成神经病 还有 丹丹老师 国立老师 刘燕 张子怡 张童 我爱你们 祝你们一切都好 平安 不要再纠缠在这件事情上 一切都过去了 我再说一遍 我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